更多天貓雙十一狂歡夜 幕後花絮就在優酷 我是Odi 欸 你看你今天在戴牙套什麼時候啊 因為我太太戴了 然後她吃東西很不方便 要用剪刀幫她剪小這樣 然後既然剪小了 那我想說那我也戴好了 因為我門牙也有一點點歪 對 我也覺得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戴了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參加 我們天貓雙十一狂歡夜的這個活動 對耶 很High耶 對啊 而且那個我們大家在那個 我們叫做狂歡家族 就大家感情都很好 你看我們在一間 我們大家都這樣稀稀鬧鬧的 對 所以那個還是幫她剪一下好了 要不然她會恨我的 認識 認識 上節目 對 來上我的節目 對 對 然後 他非常正直的一個孩子 然後非常可愛 所以他不太會說謊 那Odi哥最近自己個人的狀況 因為你截完後不知道現在感覺怎麼樣 就那個吧 就健身 然後那個練體力 然後拼二胎 對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合格的爸爸了嗎 現在已經有新進手了 那就是老公跟爸爸好像都還沒有合格 對 繼續努力 對 不過那個 今天雙十一我會好好表現 就是把他的那個購物車清空 我應該就是合格的老公了 那爸爸的部分呢 那要等那個舅舅長大之後 然後看他對我滿不滿意 看到購物車的時候有沒有什麼 這個倒吸和冷氣的這種想法 嗯 就是不要出現那個四百多萬那個鍋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老公的這個購物車裡面 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是什麼呢 有啊 我今天看到一個 他說 老公老公買這個好不好 我嚇一跳 然後我一看 是一個那個那個跑車的那種尾翼有沒有 就是 他說我說你怎麼突然想要買這個 他覺得那個車子後面有尾翼好帥 我說啊 好吧 你買吧 他怎麼這麼喜歡玩車 哦 他很喜歡車子 對 你倆比起來是他更喜歡玩車嗎 我玩摩托嘛 對 然後他喜歡跑車 所以你倆是因為這方面的愛好 特別像一起 嗯 就有一次我們在那個 那個北京一個那個高卡場地 然後玩高卡 然後我輸給他了 於是我就愛上他了 很少人可以輸 很少人可以贏我 對 他贏了 嗯